民族情怀两岸卖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7月18号 农历鬼卯年6月初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岛内两万多民众上街抗议民进党执政 郭台铭 侯友宜 柯文哲现身力挺 赖清德将过境窜美 外交部表态 中方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尼加拉瓜提案撤销台当局 在中美洲议会观察员身份 台当局装可爱 澄清所谓美在台协会扩建传闻 被批轻浮低级 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 在甘肃兰州启动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由非律势力发起的 公平正义就台湾游行活动 16号下午在蔡英文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登场 提出居住正义等诉求 两万多民众顶着烈日走上街头 向民进党当局发出怒吼 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中国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 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 以及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等人到场支持 请看详细报道 据报道 尽管当时气温超过35度 现场仍挤满人潮 甚至有人不为炎热带着孩子赶到现场 有民众表示 过去投过蔡英文 现在对民进党非常失望 也有民众称 民进党答应的事很多根本没做到 八年20万社宅的承诺 现在完成多少户了 郭台铭 侯友宜 柯文哲等政治人物则轮番上台 同声抨击民进党执政不利 民众怨声载道 郭台铭指出 过去蔡英文承诺 八年要盖20万户社会住宅 但至今只盖了7万多户 他问大家是不是跳票了 坐在办公室里的蔡英文 赖清德听不到 要不要把他们换掉 侯友宜批评民进党当局执政无能 强调未来若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抓到炒房就重成 会让出租屋黑市公开透明 民进党做不到的20万户设宅 他会继续拼 拼更多 柯文哲表示 此次集会不是抗议什么 是为了心中的信念 希望台湾可以更好 实现公平正义 人民的愤怒 民进党听到了吗 其实有 民进党不是在睡觉 只是不想听 据报道 在民众顶着35度炽热高温 向民进党当局发出怒吼的同一时间 民进党在台北原山饭店举行全代会 为该党2024参选人赖清德造势 原山冷气大放送 与凯盗烈日热昏头形成强烈对比 有岛内舆论指出 716大游行下架民进党呼声强烈 这不但是非绿阵营的公约数 更应是全台民众应努力以赴的目标 据报道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 下月将前往巴拉圭 途中将惊庭美国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7月17号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分子 以任何名义 任何理由篡美 请看详细报道 毛宁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分子 以任何名义 任何理由篡美 坚决反对美方 以任何形式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行径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毛宁指出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切实履行美国领导人做出的 不支持台独等承诺 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采取坚决有力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继洪杜拉斯与民进党当局所谓断交后 民进党当局在外事方面又迎来了当头一击 日前 尼加拉瓜已向中美洲议会提案 希望撤销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永久观察员资格 先看详细报道 尼加拉瓜2021年12月 与民进党当局所谓断交 日前中美洲议会尼加拉瓜级议员提案 要撤销台立法机构的观察员身份 转而由中国大陆取代 提案内容称 中美洲议会成员包括巴拿马 多米尼加 萨尔瓦多 尼加拉瓜 与宏多拉斯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据了解中美洲议会是中美洲一体化体系的立法机关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于1999年成为中美洲议会的区域外永久观察员 有万媒称 一代尼加拉瓜的提案获得通过将巩固大陆在美国后院的政治及外交进展 岛内媒体对尼加拉瓜的举动并不感到意外 今年4月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表示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基于一项原则 即接受各成员国元首所作决定 荒谬的是 在这里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而台湾却还留在中美洲一体化体系中 我们必须推翻 没有理由再让它继续存在 奥尔特加还称 那个被叫做台湾或台北的美军基地 必须被驱逐出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来关注岛内新闻 近日所谓美国在台协会传出要使用限制旁校园用地做扩建用地 引发当地民众反弹及外界关注 台外市部门则发文否认相关传言 并强调只有撒娇没有撤侨 该回应遭批低级可恶 请看详细报道 对于台外市部门装可爱回复 台湾民众党民意代表陈婉慧15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中痛批 面对撤侨的传言 台外市部门负责人吴钊燮不仅提不出让台湾人民有安全感的论述 还在澄清贴文中使用了轻浮自以为幽默的字眼 这种行为是非常可恶的 陈婉慧也呼吁 吴钊燮应要对该则内容道歉并重新论述 同台的台湾实践大学教授江敏钦也向吴钊燮喊话 要他别再撒娇了 应该以郑重的态度来看传闻 他指出 除了美国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和越南等 也都有在沿你从台湾撤侨的计划 这显示了外国对台海局势的忧心 最后再来看一条荣荣关系列新闻快讯 16号 思路风采 如意甘肃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 在甘肃兰州启动 两岸及香港23家媒体的43名记者 将赴兰州 武威 金昌 张业 九泉等地展开为期约一周的采访 兰笼上壮美河山 赏西部人文风情 实地感受文化 科技 生态 农业等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 此次活动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组织 参与采访的大陆媒体包括中国台湾网 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新社 中国日报 东南卫视等 台湾媒体包括中国时报 联合报 TVBS 东森新媒体 ET Today 中国电视公司 东森电视台等 以及部分台湾青年自媒体人代表 采访团此行将前往甘肃省博物馆 五威古浪黄花滩 富民新村 张叶山丹军马场 巴尔斯雪山 丹霞地质公园等地进行采访 还将走访扎根甘肃发展的台湾青年 活动将持续至7月24号 我们甘肃省博物馆的这个藏品大家看了以后 肯定觉得它是比较独特 它就有中原文化因素 又有中亚西亚文化的这种元素 台北台湾我们这边是交流还是比较多 在这疫情之前呢 我们管独立推出去一个展览是采讨展 在台北高雄展览 后来我们又和中国共交流中心 联合又推出了大三国展 我就想着希望我们的展览能联合起来 共同地做一些更深入的 深层的一些交流 联合做一些展览 是我们比较期待的 但是大陆的展品可以到台北去 台湾去 台湾不能过来 这个是比较遗憾的这一点 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能联合办一些展览 推到世界各地去 扩大我们中华文化的这个影响力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 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